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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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改造的对象 其实在绿化术中 它一样是改造的对象 只是它也通过劳动 确认了自己 它最好是劳动上 它不比海西西差 它掌握了科学技术 然后它做出来的抗 比海西西做得更好 对人民有用 唯物论 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 则为功能相接的道路 因此它在那样的年代 还是对打忠诚 忠诚于革命 忠诚于祖国 因此它在新时期 重新科学了春天 重新出来之后 这个知识分子 才能够担当历史的重论 你可以看到文学作品 它是为历史的书写 做一种铺垫 为历史提供一种想象的空间 为历史提供一种形象 那么 在这个南南一半 是女人里面 你可以看到 主角还是张永年 那么在这里面 发生一种变化 在那里 其实已经埋下了富比了 我说那个叫 唯物论人的启示 叫做这个 绿化术 叫做知识分子和工农 相结合 等等 但是呢 马云花已经是做一个 欲望的一种想象 是吧 在美国饭店 它起到了一种 忠心的作用 这几个男人 都是围着他转 那么男人的一半 是女人呢 这个张永亮呢 就抛弃了 那样一个 逻辑性了 就他 对唯物论 他把唯物论 做了一个更加 进一步的一种改造 就这个唯物论呢 他把它转 直接转向一种身体 其实我们今天来看 尽管说绿化术也好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好 包含了张永亮 对知识分子自身的论识 对历史自身论识的 很多的一种 混乱 秘误 但是他确实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非常清晰的 逻辑的一种层次 是吧 在 这样一个绿化术里面 他还是要 这样一个资本论 唯物论者的启示录 还用这套理论 他来这样一个 做一个 做一种标志 那么同时呢 从物质 生产 劳动 食物 特别是就是食物 这样一个 层面来进入 那么到了 男人一半是女人 他直接进入是什么 是身体 是吧 就说在那个时候压抑 不仅是身体饥饿 不只是饥饿 同时是精神 其实他想去写 知识分子的精神 一种没有物质的 知识分子 他可以通过劳动 能够实现自己 所以在绿化术中 你可以看到 知识分子实现自己的途径 是不明确的 是吧 不清晰的 就是说 他到底是通过劳动 做那个抗 和海西西打架 走一共同乡结合的道路 在劳动人民的那种方式当中 他获得了劳动人民的那种力量 存在方式 是吧 还是说 他是阅读资本论 他获得了一种精神的一种超越 或者说第三个层面 是在马英花的爱的抚慰当中 他认识到人民的现身的一种精神 因此他也要像劳动人民 现身于张永霖一样 张永霖要献给党 是吧 就是说这是一种爱的置换 爱的领域 那么这三点是搅在一起的 张显亮始终是不清晰的 始终是不清晰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的作品一定要那么清晰 一定要理得那么清楚才能写 但是 确实张显亮不知道 他在处理这三者的一种关系当中的时候 他到底要怎么处理 但是呢 他有一点非常清晰 他在处理美国饭店里边 几个人物的关系的时候 他处理得很漂亮 是吧 这个 张永霖也好 黄香酒也好 海西西也好 那么这些人物 不 马一花 对 马一花 马一花 马一花其实就是 就是黄香酒 那么 然后呢 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男人一般是女》里面 他呢 就 直接的 他要进入的是一个精神的层面 他试图进入是一个精神的层面 大家理解吗 就是男人的一般是女了 他其实想去抵达一个精神的层面 就知识分子怎么能够获得那种精神的一种自觉 好 他要建构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时候 他通过两个途径 一个途径 就是知识分子如何从肉体到了精神 第二个呢 就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批判 精神的批判 但是对精神的批判呢 在这部小说里面 很有意思 它也是依附于肉体 大家都读过吗 读过没有 没有 还有没读过的 那我没有办法 我如果讲故事给你们听 这节课都不讲不完 因为这故事太感人了 太动人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 确实是我们人手一策 我们人手一策 是我们的这个 是我们的这个老三篇 老三篇之一 那么好了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说呢 其实呢 一开始他就写 那么劳改犯人 是吧 这些劳改犯人 这个在这个劳改营里面 其实在劳改农场里面 是吧 到了晚上 他们就谈女人 就想女人 是不是 这个 然后想的不行 就不断的这个想 然后不断的讲 是吧 然后小说一直在那里 做了很长的叙述 就这些男人们 是吧 如何如何的想 所以这点 当然这个 男同学都能理解 但女同学很难理解 是吧 就为什么要想 这很奇怪 是吧 那么 这点确实就是 男女的很大的差异 是吧 男女非常大的差异 这个我 没有办法去论证 这样一种科学性 和合理性 但是张天亮就这么写了 就是他们去想 那他们 但是呢 老改农场有一天呢 隔壁的那个 老改地里面 来了一群女犯人 来了一群女犯人呢 这个男犯人 这些就非常激动了 因为他们 很长时间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 这样一个女人了 所以他们讲说 在部队里面 当兵的 是吧 有一天这个连长 在喊这个鸡鹤 然后立正 向右看 气 结果全部 爬着向左看 这个连长说 怎么回事 原来是团部的 卫生员下乡来 下到连队了 这个时候 你看军令如山倒 这个军令 它是根本不如 这个女性 一出现 她那么厉害 是吧 所以女性 对男性 基本就是摧毁性 就是军令 都是没什么用 她向右看 结果她向左看 这个在部队里面 是一个被公认的 是一个 认为是一个 合乎逻辑的 就认为 她有她的真实性 不是虚构的断子 就认为 她是很合理的 所以这些男犯人 他当然可想而知 他就非常 蠢蠢欲动 就蠢蠢欲动 那么然后 这个张永霖 虽然装的 小说里边 一直要把张永霖 写得她很正经 她没有参与那种 讲那些乱七八糟的 试着那个 那个里面去 她非常正经 压抑自己 拼命压抑 但是呢 她结果那天呢 跑到野外去 然后看到 芦苇城中 听到哗啦哗啦的水声 结果她趴开一看 大家注意一下 这就是她在 看到的 是她在洗澡 她这个小说呢 写一个女性 在洗澡 然后她也不敢 其实后来才说 她就黄香酒了 说她也不敢到 排水沟中间去 因为这个 我为什么要把这段引出 这段是八十年代 中期 八十年代上半期 就整个中国文学呢 被认为是最大胆的 对关于性的这种描写 这个 在当时被认为是 这个当代的金瓶梅啊 现在看一看 完全小额科啊 现在随便翻开 一本小说就 都比这里要进步得多 这个 我念好像不太合适 是吧 那么大家可以 可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一看 但其实 她描写的 还是比较优美的 我觉得这里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不太 妥当的东西 我觉得 是吧 都是美 都是高墙中间 什么阳光啊 然后这个 你看 还有阳光 从两堵绿色的 高墙中间 直射下来 是吧 她的肌肤像 奔紧的绸缎似的 给了一种舒适的 划爽感 和半透明的丝质感 这都是很美的 然后 更闪耀着 晶莹而温暖的光泽 是吧 那还有什么 迷人的阴影 她写的都是这些东西 是吧 这是很美的 但是她又说 她的皮肤并不太白 你注意到 张先生那样写的 所有的女性都不太白 大家注意一下 这背后是可以考证的 可以考去的 这个 那么 因为中国传统都是认为 一百折千丑 是吧 所以大家都要用 那个 美白霜 SOD ME 是吧 涂了就很白 这样 就比较 比较好看一点 但是呢 奇怪 张先生那样 笔下的所有女性 都不太白 她要强调这一点 而且是一种 偏白的卤黄色 她要强调这一点 她因此更显得 具有张合力 和毫无交湿的 自郎美 所以为了撩水 她身上有 粒粒一起衣服 宛如一只 嬉戏着的海豚 凌空勾出一个个 舒展优美的动作 你这个发现 非常奇怪 就是说这个海豚 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一直就在考据 这个 怀疑这个东西 因为张铅亮 是在大西北 老改 那里跟海没有关系 是吧 而且据我所知 她也很少跑海边去 是吧 她21岁就被打成右派了 她哪有机会跑海边去 但为什么这里要出现海豚 因此我后来就琢磨 我认为这个奥妙呢 在这里 这里有一只海豚 就说大家注意一下 80年代初期有一幅画 就是安格的拳 安格的拳 那个时候贴变了 中国的这个大街想象 贴变了中国的大街想象 所以张铅亮 关于女性的想象 我觉得主要来自这幅画 这个我没有跟张铅亮核实过 但是张铅亮肯定也不承认 那么你可以看看 这段的描写和这幅画 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是非常相像的 因为它关于海豚的想象 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 因为在这个地方你说燕子啊 是吧 这还可以 比如说这个 野铃羊啊 比如说这种 都还可以 但是跑出一个海豚来 在这个大西北 荒漠上 他又没见过海豚 是吧 所以我想这是他后来 后来的想象 肯定不是他当时的想象 是吧 包括他写的那个张永宁 更没有什么道理 那么 我觉得这个是跟这个有关系 那么后来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这个小说的名字 也叫得非常的响亮 就说这个 我说他本身 本来这部小说 那部小说唯物论者的起初 他写了唯物 是吧 资本论 没有物资 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那么中国这个社会 是不能够发展下去的 其实他是想产免这个道理 是吧 那么知识分子是通过读资本论 他懂得中国 要走一种什么道路 他其实也借此来批判文革 是吧 说文革要抓革命出生产 那么就是 宁要资本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宁要资本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那么他是想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阅读 知识分子走为功能相结合的道路 然后能够有一个 对历史做出一种很合理化的解释 当然现在他想写精神 这个精神怎么来的呢 他这个精神 他通过知识分子的身体 通过身体来抵达精神 所以一直都认为灵魂 我们说灵魂 你就没长脑子 是吧 心灵 都认为是心 是吧 他是跟这个身体连在一起 所以这个精神呢 一定是要跟身体相关的 那么兰魂的这个小说就后来 他经过了又多少年之后呢 这个张永宁呢 在那个河边呢 看了女人的身体之后 多少年之后呢 他又跑到 九年之后 又跑到另一个老改农场去 然后和黄香酒的又邂逅相遇了 就像这些两个人 喷出了火花 其实他就跟他说 多年之前呢 他看过他 这个 那么等等 这个 然后他们就结婚了 结婚了呢 那么 本来这是一个非常 同事天涯文络的人 是吧 相逢何必 沉相识啊 是吧 这 人家中国古人 这个诗里面 写的都挺美 是吧 记得小平初见 两冲心似罗意 是吧 琵琶弦上 所相似 他就一上来 就趴在那个沟里面 看人家洗澡 所以这个和古诗词的那种优美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么 这两个人呢 本来结合 结婚 是吧 这个可以有一个幸福出现 结果糟糕 这个张仙亮呢 这个 不是张仙亮 是这个张永玲 张永玲呢 这个发现他不行了 发现他不行了 发现他不行了 然后就 黄香酒就 搏廊打 就对他进行冷嘲乐疯 本来这个黄香酒呢 能够 嫁给他 这个非常幸福 是吧 家里搞得像一个家样 把那个家 马上就收拾好了 但新闻之夜 突然间发现 这个 张永玲发现 自己不行了 那么这下 突然间 这个历史 开始改变了 那么很多中国的女权主义 就是 女性主义 这个人批评家 就认为张仙亮 是在侮辱女性 就认为他根本不了解女性 女性根本不会因为 这个 新闻之夜不行了 就开始对男的情侣打击 他认为这个 不符合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社会主义 女性的这样一个 一个形象 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一种侮辱 那么 当然也 毫无疑问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讲 这个张仙亮的 这个书写 可能会受到一些质疑 但是他就这么写了 在那个时候 对女性的认识 有他的这样一个 有他这么一个特点 他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个东西 来表现 所以在这里面 黄香九的态度 马上就变了 就对 当天晚上就对张永玲 进行冷嘲乐奉 是吧 他说这个 还向他拿了一根烟去抽 你看看 是吧 他说 马上就嘲弄他看书 大家想一想 绿化树里边 那个马银花 就是叫张永玲 到他美国饭店里去看书 是吧 他就是梦想 有一个男人 在他的屋子里 坐在那里看书 是吧 然后给他讲故事 讲这个 安徒生的童话 结果 我去看书 我来说 你什么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